谢谢 本身我是锦衣科技的总经理 那也是参与很多交通相关的协会的理事 那也是本身也是Open Data联盟的副会长 主要负责在交通跟观望这块领域的部分 那我讲长期我也担任一些相关 在有关于怎么用开放资料 做创新应用的部分的一些跨国的评审 那其实在这边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新创指导 那我本身其实也跟刚才彭博士讲 我自己不是交通出来的 我自己的本科是森林系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可趣的事情 就是说怎么会从森林系交通这件事情 那我有一些交通朋友 其实大概也在跟我讲 其实Tim你真的很特别 你既然搞了一个森林系 然后来搞交通 而且很重要的是 你交通又搞得比我们好 你真的是很奇怪 那我大概说明一下 我自己本身大概在就学的时候 我自己的这个 在有关于学校的一些部分 第一个 我当初想要进森林系这件事情 其实只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第一个我想要念台大 那可是问题是台大我的分数填 连在填到最后 那只有一个森林系可以填 那我就想说好啊 算了我就去填森林系 可是森林系里面 其实刚好有一个资源管理组 跟电脑比较相关 所以我就透过这个管理组的部分 我进到森林系 主要是开始学的是怎么用GIS GIS就是地理资讯系统 怎么用航空影像跟卫星影像 去做一些大规模的森林管理 所以我在早期的这个研究所的部分 其实我的专场是在做GIS 做航窑测这一块 那刚好出来之后 我就进到GIS公司 那我GIS公司开始慢慢的 就把GIS的概念导到交通 智慧交通这一块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在 我想大家如果有更有印象的话 台湾最早期的公车动态资讯系统 5284的部分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 我们所开发出来的 那怎么让公车在地图上面 显示它的位置 而且有到站资讯的部分 这个大概是说我们的理工 所以我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第一个我森林系来讲 我大概认识能够超过五棵树 就已经了不起了 这个其实是第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谢谢我问一下 你是念森林系又念森林研究所 对对对两个多年 两个多年 可是那你是对森林系没有感觉 还是说本来想做森林系 你等于是这当中没有想要转息吗 因为高一大学一年级二年级 太喜欢玩了 所以其实应该这样讲 白天时间白天时间都在睡觉 晚上的时间都去pop 都去哪里 都去联谊干嘛 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大学的这个环境 让我也其实开始有一些跨域的认识 我说跨域的认识 其实我的很多朋友都是不是森林系的 那不是森林系的时候 其实我在念森林研究所的时候 我喜欢到各个科系的研究所去放一放 因为我有很多好朋友都在森林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会发现说 有些我在森林系解决不出来的部分 搞不好能攻系的部分 他们用其他方式就已经解决了 所以这会对我在森林系来讲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其实我大学大概就把 所有在这个GIS跟含药车 这边需要的技能 大概都准备好 所以我很特别是 我大概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找了双指导 我另外就是再去找一个有关于社会经济的这个教授 来帮我做共同指导 所以我的论文其实是用GIS跟社会经济的方式去推估整个阿里山 为什么会有这个查处这个情况 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这也是造就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 后续我们不管在创业 在做后面交通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的思维都跟别人不太一样 这个大概我大概后面简单介绍一下 那其实我们公司做的就是 主要专心在交通 所以包括所谓的智慧交控 包括所谓政府决策平台 还有我们专心在国外的产品代理 另外的话我们有一个软体叫做 所谓的自驾车的模拟的这个实验室 这个待会我会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另外我们也有一些无人机的相关发展应用 这个我想待会我会一一来做一些介绍 那首先我觉得比较有趣 这是我们的国外的partner 虽然我们是一个交通的IT公司 可是我觉得我们 我的想法其实是这样 传统的交通这件事情来讲 我们等于只是在做政府专案 那我们其实在怎么技术跟所谓的 我们的科技能量的提高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没有太多帮助 所以我喜欢去看一些展览 去了解国外的一些合作 所以基本上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现在目前的合作partner 大家都是国际的大公司 包括德国的像这边有一个PTV Group 这家公司被保时捷财务公买下来 所以现在是车厂的其中一块 那像Mobileye的部分是以色列公司 目前是跟我们在台湾有一些相关的合作 那Here TomTom跟Iris 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 全世界的三大投资厂商就这三家 但目前都跟我们在台湾有一些合作 那我们在想 其实第一个交通怎么来去变现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 我大概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做交通资料这件事情 我们非常早的时候 Google的电子地图上面的交通资讯 是我们在提供 那个在Google当初刚进来的时候 在地图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想其实我们做交通已经很久 所以我已经累积很多的台湾的公共运输的一些相关资料 那我在想说这些资料 我有没有机会跟Google合作 那其实我自己那时候也很大胆 我就自己写一封信 我就透过一个场合 有拿到Google当初的董事长简利峰的一个email 我自己写一封信 毛税之间告诉他说 锦衣科技我们目前有这些资料 我有这样的能量 我有没有机会来跟Google合作 我觉得发出去之后 其实我也没期望这件事情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效益 他亲自回信给我 而且跟我讲说 他会指派一位经理来跟我联系 所以促成了我们第一个 在有关于交通资料这块的合作 就是跟Google合作 所以这个慢慢的我们就发现说 怎么去跟国外合作这件事情 怎么把资料 透过跟国外合作进行相关的变现 这件事情会变成是我们很专长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慢慢开始去透过这样的合作 慢慢的去了解 资料其实还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那我们来看 就是在交通上面来讲 大家最常看到就是这张图 这张图其实 所有的十大名愿就是第一个 就是交通的问题 那交通这些问题来讲 衍生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我们来看 这是国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照片 那整条路上面总共有177台车 总共有200个人在这上面 那你会发现 他会把整个所有的道路全部占满 那如果这些人来把车子拿掉 用个椅子坐的时候 你会发现道路上面 满满的这些人 可是你的空间变得很大 那如果说你在看 这些人全部改成脚踏车 他其实占了五个车道的其中一条而已 那如果这些人呢 坐公车 其实只要三台公车的部分 就可以把这些人装满 然后把它载走 那如果说这些人 坐轻轨呢 那很简单 一个车厢就可以把这些人全部载走 所以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我们的空间有限 如果没有发展大众运输的话 其实我们的社会会面临 越来越涌色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对于大众运输会有补贴 为什么对私人运输的部分 希望能够有一些方式 能够抑制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再看 我们也不断的有 有这些新的科技新的能量 可是我们的环境 还是一样塞车 还是一样危险 还是一样这么多的摩托车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在道路上面 装了非常多的这些侦测器 非常多的这个CCTV 那非常多的交通警察 非常多的这些所谓的 我们的CMS的部分 可是这些东西的资料整合 会整合到交通控制中心 那控制中心会有值班 20小时值班 确认你现在目前的道路的一些情况 然后给你一些相关的一个回应 所以可是各位你会发现 我们的铜绿灯有没有够智慧化 理论上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 先进的科技 理论上我们交通应该很顺畅 可是不然 这是一张内湖的实际照片 你会发现台湾的情况 摩托车跟车辆的部分 全部卡在一起 我们把这张图 其实我们国外跟德国在合作的时候 他会跟我讲说 不可能 他们在欧洲很难想象 摩托车跟车子的间距 只有30公分 我们就把这张图秀给他看 他说OK 所以这个其实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特别的状况 那这件事情相同也发生在整个东南亚区域的部分 所以我们从这角度来看 这个问题的解决 不仅在台湾有商机 其实在东南亚都有商机 所以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台湾你会看 我们发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每次到所谓的尖峰时就警察在那边 那警察怎么去控制 他就打开这个灯箱 用他自己眼睛看 然后去打开这个灯箱 然后去开关这个红绿灯 那你会发现说 我有这么好的科技 有这么多的部分 可到最后 我还是用功能智慧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像话吗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看 其实那我有没有机会能够做一些事情 第一个 我能不能让红绿灯长智慧 那我要怎么让红绿灯长智慧 让红绿灯本身的心情 能够跟家庭警察 类似一模一样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就非常有趣了 我要怎么让红绿灯能够类似家庭警察 第一个他要能够看得到 第二个他要有头脑可以去思考 第三个他要能够做出正确的指挥 所以这三个部分来讲 是交通这个耗制里面需要控制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 我要怎么让红绿灯长智慧 第一个 我就类似一个所谓的 从小朋友要怎么去成长 你要让他去长出这个大脑 那这个大脑你要喂给他什么东西 我要喂给他资料 那所以我就喂给他资料 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去喂给他这些相关的历史资料的时候 他会不断的利用这些东西 长出他的神经 长出他的判断板 长出他的逻辑 所以开始我就会建立模式 让他把资料喂进去 长出资料 第一个事情来讲 我会告诉他什么叫做right action 什么叫做正确的决策 所以就有一点类是 这个小老鼠在走迷宫 找起始的情况一样 你要不断的去 不断的去踹 不断的去踹 然后会找出一个正确解 所以当这些正确解的时候 当我遇到这么多的车流 他的排队长出这么高的时候 我要怎么让路口的红绿 这样的秒差的部分 能够去做调整的时候 能够进而做一些书版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学习的部分 那透过这样的学习 我就能够有一些相对应的 应用的措施 那很重要是 路口单一路口 就算你通了 不代表下一个路口就会顺 所以整个交通区 的交通的改善 其实需要是一个 整体路口的teamwork 那整体路口 就好像我们在踢足球一样 你要不断的去传球 然后找到对关键的部分 踢出临门一脚的时候 才能够得分 所以透过这样方式 其实我们去建构了一些东西 就是交通有些相关的设备 建立一个云端的大脑 然后我们建议给他一些 所谓的计算逻辑的大脑之后 进而把这些逻辑算出来的结果 下到那个耗市路口的耗市控制器 让他及时做一些相关的变化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交通专业车上 我们叫dynamic的control 就是动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能够适应性 就是能够适应现在目前车流 进行不同的这个逻辑的控制 所以我们就跟德国合作 透过这样方式建立model 然后不断的把资料做一些收集 建立设备 把这东西去运算出来之后 我们知道出来的成果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在内湖实际运作绩效 在这个还没有这个 用这套系统上线之前 各位看到下班时间就是这样的车流 就是这样车流 大家要上去那个 然后你可以往后面去拍的时候 所有的车流一直排队 相连到天边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是在内湖美与厂见的部分 那你会看到就是 当我们把系统一上线的第一天的时候 我们也实际去这个路 去做个拍摄 你会发现其实 车辆的整体的输解 非常的好 那相对的警察也不空了 警察也不空了 那包括车流的顺畅程度 就相对的明显 所以我们发现 其实现在目前 整体性的部分 在内湖入口 我们从数据资料里面来看的话 99.9%的时间 其实他们几乎都不空 除非高速公路上不去 他们才会空 所以 所以他们的整个 这个现场的远景来讲 这个输解程度 非常地 做成非常好的绩效 所以你会发现 包括这几个 我们在内湖 在台中的情况来看的话 不管他旅行时间的提升 不管旅行时间的降低 或是平均速率的提升 这些事情都有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概能够增加大概10%左右的平均速率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是说 你怎么用资料 然后建立模型 然后进而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去做 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所分享出来的这个问题 那第二部分我想其实 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消息资料 那我们怎么利用这些开放资料创造营收 那这个其实我想我跟会长这边也 长足在开放资料 我应该这样讲 台湾来讲在 有关于早期用开放资料 用资料里面能够赚到钱 大概两个指标性的任务 一个就是彭会长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那其实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彭会长做的事情 是怎么用气象资料 然后供应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企业 然后能够去买单 我们做的部分是 我怎么把国内的资料 然后经过整理之后 卖给国外 那进而说美金的部分进来 所以这个事情我想其实很重要的是 我们认为开放资料可以赚钱 它是一个金矿 可是你怎么去挖这个矿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看 政府有这么好的这个流通平台 这是交通部所建立的这个资料流通平台 那这个流通平台的过程里面 各位可以看 里面有很多资料 那也造就非常多的APP 可是各位可以知道 台湾因为我们很厉害 是我们写程式很厉害 可是我们的模仿能力很厉害 所以同样一个台北市的公车动态的APP 的部分 你会发现十几个早期的部分 大概有十几个APP出来 最后存活下来就是台北等公车 那台北等公车后来 它的命运就是卖给Yahoo奇摩 变成Yahoo奇摩的这个 所谓的广告的一个上架的平台 所以其实在交通APP这件事情 你会看早期动不动 就是所谓的百万下载 像KNY 这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就是KNY 它本身也是高速公路也是百万下载的部分 所以几个包括双轨 台湾等公车等等 这些相关的部分都是百万下载的部分 所以早期这些所谓的APP开放 也都有利用这样的方式得到所谓的这个 income 可是后来竞争越来越多 其实都去而掉 他们当然现在目前的收入也不是那么好 好 所以我们在想象是说 那怎么利用资料创造新的价值 我们再看 我问一下 你前面那个APP APP很像都是政府的APP 我们下来 对不对 那政府委托民间来 帮他们做研发 来做来协调这支 维护这支APP 所以现在维护的了 就是说因为气象的APP 气象局在做嘛 还有 欢天积极时间 但是他们因为有些早期做 所以他量就很大 后期我们也评估过要进去做 可是大概就很辛苦 所以做APP就很辛苦 所以像那么多的APP 交通类的APP 有赚钱的现在大概是哪几个 我觉得好像我们 我们非常大概十年前已经就做一个I68 国道上面的一个交通资讯 168吧 168 1968 1968现在是高温局拿去用 OK 所以高温局他现在做1968 所以1968上来之后 我的I68的部分就相对的 就被吃掉了 政府就把你干掉了 没有错 那这个事情其实就会变成说 政府去看民间哪一个东西做的好 那相对的他就希望模仿民间的功能全部把它加进去 所以早期我们做公测动态 制律系统的APP的时候 那政府就会告诉我们说 你能不能帮我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然后变成是我的这个县市政府的这个APP 那这个过程就会变成是说 他是 第一个我们还算好是至少他委托专案给我们 那如果这个专案没有委托管是另外一家APP公司开发的时候 那我们连这个机会就会没有 你只能赚他给你的维护这支APP的钱 没有错 那他你原来你可能靠自己要维护的这个动力商业模式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就变成政府的 没有错 等于是他最后委托你 可是他只委托你这一次啊 以后每年会一直委托给你 他委托会就是每年的前一次的百分之十二 啊哈哈哈哈 好惨哦好惨哦 对你看前一次的百分之二 你一定有没有怕去养一个工程师养一整年 对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在APP 如果政府的APP基本上维持不了太久 对都维持不了太久 都维持不了太久 可是在台湾这种APP基本上 你说那个现在的1968就是高工局的 然后气象局的 每个部会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的APP 对就已经变成习惯了吗 他已经变习惯了 对没有APP把它变成 很像你不进步一样的 对可是变成对他们来讲 他们也是一个压力啦 因为其实我们早期有在当政府做APP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每一季都要去提 所谓的新下载人员 然后你要去注意 你会发现政府非常在意的是他上面的这个被评分的点数 OK 四分以下的部分就会到议会上面 议员会质询的部分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对他来讲他们也蛮辛苦 所以其实我们在想象在这件事情上面 有机会的话政府尽量应该跟民间合作 才不会有这样的压力 然后同时间也能够去把这样的量 把它凸显出来 在国外政府很少做交通的东西 都是民间的 几乎都是民间的 就是完全没有这种交通是政府在维护的 都是民间的 没有错 我在日本去看 对 都是一样 没有错 对 OK 好 那我想其实这也是一个日本的案例 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是 这个是前年了 其实日本应该在去年办奥运的时候 他们在公司前就做这件事情 第一个 他们希望日本的这个所谓的计人车 在奥运的时候 那计人车都有AI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Tocomo Tocomo有个人手机的信令资料 知道你现在目前的位置 所以他在他的整个地图上面 就会去显示 红区的部分的话 就代表现在人潮聚集非常多的部分 代表潜在上车的人就比较多 那上面的数字24呢17呢 这代表是什么 这个红区里面 现在目前排班的计人车有几台 所以各位可以看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是计人车 我现在目前在这个第5的部分 哎我是白区 那白区的部分可能在 就是说对我来讲可能 没有这么多人 我可能尽量往红区的方向去靠 可是红区有很多人 那我可能往黄区的方向去靠 或是局区的方向去靠 这样子来讲我可能能够得到这个被派到车的那个机率就增加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实验了半年发现 第一个能够让计人车的收入 这个增加很重要 因为他不用在那边空转 他马上能够到对的的区域在那边等 然后很快就能够增加那个载客 然后有收入的部分 所以他们后来就实际的把这样的计人车 提供给所有的计人车队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 据说你结合电信公司的资料 然后怎么把这东西跟计人车的资料 能够把它串在一起 变成是计人车司机的很好的一个收入 我看一下这个商业模式是变成是 计人车司机要付钱得到这个资讯 没有错 因为他的会提高50%的载客率 没有错 所以这个等于是 可是台湾我记得也像 交通部委员让委托给一些研究计划 去做这些事情 典费提供给司机做这个事 那个部分我大概这样讲 就是我们知道像Docomo的部分 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其实有特别有去拜访他 也问他这个问题 那他有讲他们现在目前商业模式 是把这种东西变成一个服务平台 那服务平台的部分是 你今天是司机你可以来跟我注册 然后你缴月出费 就是一个月缴多少钱 其实他费用不会很高 费用不会很高 所以基本上来讲很多的 这个既然车司机 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进而增加他的收入 这第一个 那台湾来讲 台湾大车队非常早期就做 非常早期就做 可是他不是结合新领资料 他是用历史的 所谓的这个时间点的这个轿车的资料 所以他们其实 比如说我今天跟司机一个月多收 多收个100块 然后我就提供给你说好这个时段 哪一个地方叫车最多 那这个叫车最多不代表说 现在目前人潮聚集最多 所以他也是用资料方式来去提供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来讲他目前的车队的部分 他们就变成是说 实际有一个基本的需要交的月费 可是你额外提供服务的部分 你还是要再增加月费给他 这个就变成一个实际的商业模式 那这是韩国所有公车 我想这个会长我们也清楚 我们其实在2018还是2020的时候 我们去韩国所有的时候其实就 就看到这个东西 对对对 半夜有公车 因为他们发现有这个需求 因为通常公车司机也是上班人员 他也需要休息的 所以到台湾台湾大概十一二点吧 台湾十一二点 所以就没有公车 他们后来发现 用这个发现说 用手机的讯号 发现说 半夜玩到深夜的人 或是说很多 凌晨工作 所以他们就新增了一个深夜的路线出来 没有错 他们叫做深夜公车部分 其实因为很多人很多游客到时候去买 去采买去玩去pop玩 可是游客都不会住在韩国的这个江北 他们就在江南 可是我想上次我们的经验是 我们其实我们在晚上吃完东西之后 发现 拦不到机人车 我们一路走路回去到那个饭店 对对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他们他们在晚上的时候机晨是几乎不在 所以 他们这些人就没办法回去的时候 就只能够玩到凌晨 然后才回去 所以为了解决这件事情 他们就开始把这些人的信任资料 跟他们最常住的这些饭店 只要开一个深夜公车 搭乘率非常好 其实在2019年我们看最新数据 已经成长到大概将近30几条部分 所以其实 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 纯粹用数据的资料 然后去创造一个新的服务的价值 那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是Uber 我想很多人叫UberEat的部分 你会发现说UberEat或UberEat 上面其实有一些餐厅 其实你在实体餐厅是找不到的 那其实这个例子是美国的一家汉堡公司 它其实 因为汉堡 实体店面卖的不好 它把汉堡收起来 可是他们会利用说他们大数据分析 告诉你说这个区域里面 它的这个年龄层 跟它的男女比率的部分 然后现在目前缺乏的是一些汉堡的 这样的部分 所以它就有一个所谓的虚拟汉堡的 这样的一个餐厅 你只有在这个UberEat上面才 才能够订购的到 所以这样的部分的话你会发现 它是原来比实体餐厅增加28倍的 这样的一个订购量的部分 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线上虚拟餐厅部分 这个事情其实慢慢的也透过数据 不断去发生 那我不想其实数据 其实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常常在分享 数据其实是要经过清理 就好像已经必须要经过所谓的 自来水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的部分 的过程 它才能够变成是有价值 那你会看一样是水 可是你的嘴 嘴让我们打开的话 你那个水其实就让它一直都 哦没有没有 现在其实水很贵 因为水质有非常的珍贵 因为我们缺水 那可是你看哦 Avia一瓶水 大概是2.18的这个美金的部分 那你会看这个 那个Furikon 这个日本的这个 经过包装之后 同样的水 它可以产生不同的价值 所以资料本身的价值 取决于你怎么去包装资料 而不在于资料本身 所以你要怎么去应用这些资料 其实就变成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在想象这件事情就是说 资料就类似一个调酒 每一个资料有一种调酒 它有一种味道 所以每一个资料就有它的一个标价 那可是资料跟所谓的调酒有些不一样的 调酒可以混搭之后变成鸡尾酒 那变成鸡尾酒 之后就产生它的不同的价值 变成不同的人去喜欢它这些东西 那它产生不同的价值 所以我们再看资料的部分 有没有机会变成调酒 所以我们就建构了一个叫 资料资料 很简单 你对于你需要的资料的话 你可以直接 所以我们就结合了很多资料的这个提供商 包括公部门 包括私部门 那我们把这些资料变成一个 资料集 或是变成一个其他部分 提供给大家来去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透过这样的资料的部分 包括所谓我们该提到的 这些图资厂商 来来跟我们去 跟我们购买资料 那透过这里面来讲到 Tier, Tom, Garmine, Inris的部分 那这些东西 他们拿到这个资料提供给谁 就是所谓的三大 这个车厂 Audio, Defense, BMW, Wovo等等这部分 目前还有Toyota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来讲资料变现这件事情 就慢慢的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 不断的去提供 可是我们在发展资料事件 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举的部分 就是说 其实我把这些 这个 转切的时候 就是你要发展资料使用者 透过我的平台 做第一次没有的时候 下一次交易他就不会到我的平台来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对他来讲 他已经彼此认识了 他就不用让我平台再抽 所以对我们的事情里面 其实你赚的是一个没合彩 是一个过路彩而已 可是如果未来你的资料 是信托在我这一边 也透过我的资料 如果我点证应用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在思考 其实有一个叫做 资料银行这个概念能够出来 那我们在想象资料银行是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也是我们跟日本其实 去办法的时候 其实日本已经开始在做 他们叫 资料的情报银行 这个 透过一个信托的 把他资料放在一个情报银行里面 情报银行里面 能够把资料加持融合 经过资料的分析之后 创造出资料价值 再卖给其他人 然后卖的这些所谓的收益的部分 再分论回去给原本的资料提供商的部分 这个是一个 那各位来看 这里面跟资料的事情里面 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他是一个 所以基本上来讲你资料是信任我 然后放在我这一边 那放到我这边之后 我就能够拥有你的资料 能够把 资料做本大 不是说我们的信用团队来去合作 把你的资料创造出它价值之后 然后再分论回去给你 这是资料 那我们再看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目前来讲 其实从Open Data 提供到一些相关资料 也跟一些私人方的部分取得一些相关资料 那我们目前来讲是没有 把个人资料的部分把它拿掉 我们没有做个人资料的这个收集的部分 那我们主要是企业资料跟所谓的Open Data 资料进到资料银行这一端 那我们会有第三方的审议委员会定期来review 我们现在目前提供的资料的部分 到底有没有个私的这个问题 另外的部分来讲 我在资料银行整个运作的部分 我会受到 审议委员会这边的监督 那我又没有滥用这些相关的企业资料 那让企业受损 这个是资料银行本身需要来去担保这件事情 那资料使用方呢 第一个我可以把资料卖给别人 第二个我可以找资料科学家合作 来用这些资料 然后创造出他价值 另外我可以做新创团队的部分 那这边我待会会有一张图来看 资料银行跟实体银行的差异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 你个人有一块钱 你有100万好了 我存在银行里面 你会产生100万的利息 那银行会有理专来告诉你说 诚先生你有这个 你的钱已经是那个 那我有一些不错的这些 所谓的金融理财投资的部分 你愿不愿意来投资 所以会有资料理专的部分 那今天如果说你今天要买房子的时候 你会有贷款 或是你要创业的时候你会 所以就会有一些贷款的 另外一个他创造很多的期货 寄进保险 外币投资的商品 希望能够你贷 所以 整个部分你就很简单 然后我收到钱之后 那银行就告诉我说 有不错的东西 我有基金 你可以有更好的 你就再买 你就把手机也再给他 所以你就会变成一种循环是 这一些银行不断的收集你的钱 然后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那银行把钱拿去哪里 他把每个人投资给 存在他银行里面的钱 拿去投资 拿去换款 然后赚取更高利息 变成他的收益 所以这里面来讲银行在这里面 就会扮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 可是 对你来讲你为什么信任他 因为他有中央出版公司的一个 所谓的 保障的保险 也受金管会的限制 那 资料有什么样不一样 资料我今天是一块钱的资料 我存在资料银行 我有没有可能把一块钱资料变成十块钱 有可能 因为资料跟钱不一样 钱不能够负数的成长 可是资料可以 另外一个是 资料有没有办法有一个资料理尊 告诉你资料的格式 应该怎么样 资料怎么做才能变成有价值 这个是叫资料理尊 第三个是 我能不能放款资料 所谓放款资料的概念是说 我今天有一个新装团队 他有一个很好的AI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其实他缺的是什么 他缺了资料帮他去做训练 那我能不能先把资料融资给他 让他变成是服务 他变成服务之后 他能够去 因为这个服务 然后去卖给别人之后 我有取得他的一些所谓的分论 跟收益的部分 进而我再把这个钱再回馈给原来资料理尊商 所以资料可以做贷款 资料可以做分论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资料 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形式 包括资料集API 或客制化的服务的部分 那很重要的是 资料银行上面是24小时开放的 所有人需要资料在上面就可以直接取得 所以很重要的是在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建构一个所谓的线上的 这个所谓的数位资料的一个交易平台 进行让大家来去做 所以其实我们也带几个成功案例 这几个成功案例其实是这样 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国内所有的开放性的 这个CTP的资料 那彭博市这边其实刚好有所谓的怎么从现场的照片 然后去辨识那个地方 现在目前到底是下雨 下大雨下小雨或是农物侦测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清楚 其实我们大概前几个月在台61线 那因为那个农物的部分很多车最壮在一起 可是这件事情 如果那个地方没有作为的侦测器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去侦测那个地方有农物 我也有没有办法利用那个路段上面的CTP的部分 即时做辨识即时发布这样的东西 那这里面就会变成是说 我们其实长期来讲就有这些资料 那透过跟这个所有AI辨识能力的这个天气风险合作 我就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服务的价值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气象维继后的一个服务 另外一个是说我们也是把我们现在有收集到的 全省的道路的这个车队资料的资讯 变成车子的即时速率的资料 那变成是跟这个我们叫做这个集点无线合作 他们有一个全世界大概前三名的这个最佳化的远算法 那可是问题是他的业主常会去complain他说 你的资料都是离线资料 你没有像Google一样告诉我现在目前的道路哪里塞车 你要跟我讲现在目前道路即时速率的时候 我才能够给你算出最佳化的这个所谓的道路路径 所以他就结合我们的GPS然后去达成这件事情 那目前又有几个那个合作 所以现在跟他们做一些POC 那我们现在目前也跟那个资车会合作 资车会其实他们有大概花了大概两年时间 把台湾就是他们大概有跑了六万多公里 在上面所看到所有车辆的形态 跟他的这些特征的部分全部这些图像都弄下 他们有一个叫火摩沙database 所以基本上来讲你未来来讲 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这个EURO V4的这些东西 你要去做台湾的道路标记的时候很简单 你就把你的演算法丢到我这里面来 我有很好已经标记好的这些图像 那马上能够提升你 现在你的准确率能够提升20%到30%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未来透过资料 能够跟这些新疆团队合作 然后进行这些相关的一个资料衍生的部分 这个是我想大概是我们在资料上面应用 那我第三个部分跟大家去做这些相关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发现其实可以想象 道路上面有这么多车 未来在自驾车环境里面 一台车有非常多的sensor 有非常多的camera 那到底是这些所谓的车辆有这么多东西 我可以怎么衍生应用 那你会看就是说我车子既然有这么多的眼睛 我有没有办法利用这眼睛结合AI的部分 变成是道路上面的探针车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就跟以色列的合作 那以色列的Mobileye其实 他们其实是一个 这家公司被 去年吧 去年被2017年被Intel买下来 现在是Intel的公司 所以还是独立运作 那以色列的这一家公司 蛮有趣的就是说 他开始从事 觉得早期是跟Volvo 然后跟Tesla合作 那目前很多车厂都跟他合作 他早期做ADAS 现在目前做的是 ADAS里面的Data Service 那我觉得跟以色列公司在合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你会发现 以色列的人的头脑 跟我们想象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说 你会发现他对于一个事情的追求的情况 跟所谓的Follow up的这件事情来讲 比我们来讲都非常的积极 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这个事情 我现在Follow up的这件事情之后 那我既然目前遇到这个困难 我可能在等对方的回应或是什么 他就会跟你讲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不去他 你为什么不去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跟他们在共识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说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强大 这些为什么新创都会在那边 以色列这些人真的是很难 那很特别是跟我们合作这两个以色列人 都会讲中文 都会讲中文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民族性的部分 就是说对他们来看 他们今天要进到一个市场里面 他们就会去学习这个市场的这些相关的部分 那对他这风俗啊这些东西 他们也不断去了解跟学习 那我举这张图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在想象车子上面如果有一个camera 这个camera能够在道路上面的时候 能够去收集道路的标志 电线杆 上面的标志标线 还有人的行为的部分 这些东西都能够不断去收集回来的时候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达成这件事情 我就变成是一个道路很重要的事情 那下面各位来看一个影片 这是透过他们车辆的部分 即时去标注出来的 道路上面的所有车辆标志标线 上面的看板 还有路边的这个电线杆的部分 位置全部标示出来 而且标示完之后 会把你location的部分 全部把它做一些了解 所以他们就透过这样的东西 就能够把它展现在地图上面去 所以未来我在做道路巡检的时候 我在做道路的设施观点的时候 我不用太冷的部分 一个一个去定位 一个去看 我透过车辆不断的去跑 每天这样跑 跑完之后 我就有这些相关资料 那另外一个事情是道路铺面 OK 道路上面可能因为下雨之后 就会有所谓裂缝 就会有所谓的这个坑洞 他们怎么做 第一个用视觉化的方式来做 那你会发现 这里面有一些道路的裂缝 到位的东西 都就透过AI的学习的部分 其实会标注出来 那你会发现 有些裂缝其实是不影响行车的 有一些地方会影响行车 你怎么去判断出来 它结合它本身 它的设备里面 它可以知道说 你有没有踩刹车 所以如果这个裂缝 大到足够 让你踩刹车的话 代表这个坑洞应该是很大 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它就可以去决定 你道路现在目前的裂缝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要赶快派人 去做现场的这些维护 所以这样子来讲 可以缩短 我在整个道路阳管的这个品质的提升 跟你的维护道路 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处理 那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方式 他们所建构的一个智慧城市的部分 就是说 我有没有办法让车辆装载我的设备 不断的到路上面跑 我能够知道 所有的设施的位置 能够知道所有的这些道路上面坑洞 进而也可以知道 道路现在的风险性 那这个其实他们在全世界目前 在UK也有一些相关的合作 那也在巴西也有 那在现在目前在印尼 也开始有第一个POC的出来 那他们在UK的时候 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把这样的设备 全部把它做一些整理 那各位可以知道 整理完之后 他就可以把这些资料 呈现在GIS上面 包括你的道路的边线 包括你的这个道路的这个Mark 包括你的这个车道线 还有你现在目前的这个SAT9的部分 全部都会出来 那甚至你旁边的电线桿 还有所谓的我们叫做这个 你的这个管线 还有你的这个铺面的这个完整程度 全部都智慧化的需收集进来 那这些资料更新 你可以每天更新 可以一个月更新一次 一个礼拜更新一次 那比较重要的是 他们有一个light traffic的部分 light traffic的部分就是说 我可以知道说 我现在开过去的时候 这条道路现在 每天在这段时间 是不是刚好是小朋友下课的时候 所以他就会有不断的很多 这个人员在那边走来走去 我们叫做near accident的部分 这个是给谁来用 你可以想象 未来自驾车 自己在开车的行为的时候 我即将转到一个巷子的时候 这个巷子现在目前时间 刚好是学校下课的时候 自驾车要不要把他的速度先放慢 一定要 所以这件事情 自驾车如果没有经过学习 没有经过这些东西 先规备给他这些讯息的时候 自驾车可能会快速开过去 然后紧急刹车 所以他们开始把这些资料 怎么细致化这件事情 把它弄出来 所以这是韩国所有的一个case 他们就可以知道说 在这条道路上面 开过去的时候 发现很多脚踏车在里面 所以经过这里面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脚踏车有可能会随时冲出来 那另外的话 他们也透过这样方式去知道说 你的标志标线的位置 还有这些东西 有没有地上是漏掉的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来讲 标志标线不是只有位置 他现在上面的线速 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判断出来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叫做危险路段的部分 就是很多车到这里面 就会踩刹车 那这有可能是因为说 这个路段 他本身的交通设计不良 所以必须要去做一些相关的调整 这个其实我们在看的是说 如果说利用这些视觉化部分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交通管理上面的issue 那这个是我们拿到的是 这个是 这个是哪里 这国外的资料 你可以看到 我把它资料 点合在Google Map上面去 那这些点位 包括它的这些灯感的点位 跟它的耗置的这些位置 其实非常的接近 非常的接近 所以你看这些所谓的 这个交通的traveling line的部分 就是它的耗置灯感的位置的部分 跟它现在目前的实际 我用那个streetview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非常的准确 那另外一个像landmark 就是它的道路标志标线 就是它是这个执行 或是右转的这些道路上面标志标线 它也都全 随时可以 弄出来 其实我们也 请他资料 我也把台湾资料 拿到做一些处理 你要发现 台湾确实需要有一点点的训练 为什么 台湾的高架桥 一样是这些 为什么你就会有 在高架上面跟平面上面 他们现在目前是没有区分 所以不过对他们讲 其实我们只要提出需要 他们应该都有能力 能够处理这件事情 这是我觉得在未来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趣 所以韩国首尔他们就开始建构这件事情 他们在 首尔里面1600台的公车 跟100台计程车上面装这种所谓的5G ADAS 不断的把这 收集完之后 跟所谓那个区域里面支架公车的 支架的一个处理 就变得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们在想象是说 很重要是你怎么利用一些先进的科技 进而收集资料 进而去改变社会 进而创造一些智慧层次的一个未来需求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跟国外合作 透过这样的学习 那我觉得我们在跟国外合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 其实国外只是比我们想的比较深一点 以技术能量来讲 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其实我们工作室很容易就能够达到 他们的一个目标 顾问一下 这个SK这个电信座 都是政府的智慧城市的计划吗 对 还是韩国首尔跟SK Telecom 这两个合作 对 OKOK 所以是蛮有趣的 OK 好 那下一个 我想最后一个主题 其实在介绍的是 我们最近比较新的 就是在教室上面 大家比较讲的 就是无人机 或无人车 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家可以想象的部分就是说 无人车 第一个 这一台 是目前在那个 每天晚上 在夜间跑来跑去的这一台 可以去做吗 这可以做 你可以在网路上面直接去预订 要自己预订哦 对 你要预订说你要什么时间去 几月几号然后晚上去做 你到现场不能够那个 哦真的哦 对对对 他会给一个QR Code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哦 你就是在晚上你可以去那个 去预订这件事情 那他在月间他从现在 已经从凌晨12点 跑到那个凌晨5点 在哪里 哪里做到哪里 哎 我上次做是从新一路的那个 世贸 世贸那一边 从那边上车 好 世贸那边上 然后他会开开一路 先开到那个新一路的那个 第一个路口 就是新一路跟金融物交的路口 在那边开始停等 那停等做什么事情 第一个哦 自驾车的部分要在这边停等 自驾开始先做收敛 先做收敛 因为他要透过RTK的定位 让他很清楚的知道说我现在目前的这个位置 是到哪里 各位可以看哦 我觉得你你会认为说Tesla自驾车很厉害 哦 已经在路上跑得很厉害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还在原地吧 我跟你讲哦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自驾公车要挑战的是什么 自驾公车 其实我要在进站的时候 我要第一个 我要在这个站的中间 光是这件事情就要训练很久 哦 第二个 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自驾车进站的时候 离那个站的站边大概一公尺左右 哦 所以一公尺左右 你如果轮椅推下去 就会跌下去哦 所以光是要把一公尺缩减成30公分这件事情 就搞了一个月哦 所以这很重要是说 他需要很多科技的这些结合 哦 很多科技的结合 那这结合的过程里面 你要做RTK的定位 让这个精准定位的那个部分能够变得更精准 第二个事情是自驾车能不能看懂红绿灯 哦 人看懂红绿灯 如果站在新一路去看的时候 你看过去怎么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你会觉得 我们觉得不怎么样的事情 可是对自驾车来讲 开始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 哦 所以光是这件事情 你今天如果是红绿灯 停在红绿灯下面的时候 你要怎么有一个头 去看红绿灯 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要怎么知道我现在 其实给自驾车的这个环境 跟我们现在 未来给人的环境是不一样 哦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这件事情的部分 未来会是什么 自驾车的时候也不需要红绿灯 不需要红绿灯 我其实只要传讯到给自驾车 告诉你现在是红灯 到准备是多少 这件事情要去判断 我要准备刹车 还是要 要加速冲过去 会牵涉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未来 整个自驾车出来之后 交通环境 跟你的道路上面的资料 就会完全改变 哦 这我觉得我们接下来 这一段马上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现在都是给人走 而不是给自驾车走 哦 所以 一个蛮有趣的部分是 当初在公里胡特 哦 去 开始 就是创造出第一台的这个 那个汽车的时候 他发现说我这个汽车 然后我的整本又控制到很低 所以很简单 我这台出来之后绝对会大卖 哦 绝对是没有 因为我这个东西 我是用这个 涡轮引擎的部分 等等我一定会大卖 结果他一推出去之后 前面一个礼拜大卖 后面的部分都没人买 为什么 因为当初的环境不是给汽车用的 哦 所以给马车用的 你汽车 跑赛 你去那边还是马车 你还是没车 哦 所以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现在这个转换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有 这个车子本身的科技化 你需要连整个环境的部分 全部都要科技 所以我们在想象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达成这件事情 美国这一台是叫做 Tru Simple这一台车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自驾车的团队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利用半夜的时候 做油物车的这个自驾 那自驾行程多少 1600公里 1600公里 所以1600公里非常长 所以基本上要跑22个小时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 光是送这一台车 你可能要搭配的 这个所谓的那个 人的话 搞不好你要两班制 你就要两班制的部分 搭交叉的方式来做 所以他们开始用自驾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件事情 就可以开始大量节省 他能力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 美国非常有趣的自驾车 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们是货运公司 他们做的是自驾车可以跟车 那一次的话 我可以跟9台的这个货运车 所以前面只要有一个人开车 后面的人 后面自驾车只要跟着他就可以了 所以未来讲 这9台车部分 你的司机可能只要标配2个或3个 那到处 第一个人开车 后面的人在睡觉 那接下来如果他时间到了 再换另外一个人当做陆队长 然后一路这样开下去 根本都不用停 所以其实未来在整个自驾车的 这件事情的部分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慢慢在改变 所以会让很多事情很有效率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在早期看影片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实际他们在试试的案例 所以他的远端控制那台车啊 他远端控制那台车 所以你会发现非常有趣就是 他其实在远端透过5G的部分 把他车辆所有的感知设备跟他的影像 全部传回到他中心端 所以他站在室内 然后去控制这台车 去麦当劳叫德莱苏 所以未来来讲 如果在这个环境的部分就是 你今天开卡车的司机可以在家里上班 所以你在家里上班之后 卡车开出去 所以未来你在路上看到幽灵车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 因为未来5G的环境的时候 这些所谓的远端控制这件事情 已经会变成是一个限迟的东西 我上次看到这样的事情 各位可以如果你去回想到 以前有一位美国影片叫黑豹 黑豹的第一集第二集就有这件事情 他在一台车上 可是开车其实他妹妹 这个其实是慢慢来讲 5G加所谓的这个车辆通讯的时候 慢慢这件事情都一定的一个一个可以达成 那 再看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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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是下页 这是PVT 再下页 OK 我想自驾车的部分 其实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那其实我大概我们最近也接触了一些 叫做无人机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知道 无人载具这件事情叫UAV 或叫Drone 那基本上来讲 它就是不需要拍了 不需要驾驶员 然后可以直接 那个自动控制的一个遥控器的部分 那无人载具在我们叫做无人载具的部分 其实包括三种 陆海空 所以陆的话就是所谓的自驾车 那空的话就是无人机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遥控船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自驾船的部分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未来会改变整个 我们在交通运输的一个生态 所以无人机来讲其实慢慢的 大家比较印象 输入大桥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桥减 然后会造成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都用目前用能工的方式 那无人机未来能不能去做所谓的物流配送 那无人机能不能变成我交通管理的一环 变成我3D交通管理的一环 那我如果在偏远地区 如果我在山上的时候 今天有一些登山迷失的时候 我会没有办法启动一台无人机 马上载一个5G的通讯到现场去的时候 让他现场的人马上能够有一个通讯 能够及时回报他现在目前的位置 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多 很重要无人机的一个未来应用 所以这个无人机交通3D管理的部分 我想其实已经变成是一个 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显学 不管在交通的监控或交通的 去年其实在 在前年其实在这次城市展 其实花莲市政府跟他们的警察局 就有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今天发现一个车祸的时候 他目前警察不在现场做笔录 他到现场就打开一个无人机 然后让他飞上去之后 把他的整个周遭都 这个情况做拍摄 车子就可以移开了 那回来之后就 透过他目前的这个拍摄里面 做所谓的这个造势厘清的部分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各位看到无人机还会做什么 其实我想我们在推绿能绿电这件事情 无人机在做所谓的太阳能的这些 管理来讲非常有用 我们实际也到屏东的这个 屏东的部分去飞这个太阳能公立发电 基本上他那个地方大概差不多 两公顷多 你如果要用能力的去寻这个太阳能的 面板的时候 他大概要寻两天到三天 那我们用无人机的方式去飞 飞完之后用热红外线影像的方式 去判施完之后 我们其实大概一个半小时 就把整个场序全部飞完 那回来用热红外线影像的方式 就很快就判施出来一些相关的位置 那另外的话我想这个风力发电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提高风力发电 我们远远看其实不怎么样 可是他真的很大 这么高的距离 你怎么派人上去 这都是一个公安的问题 如果未来可以透过无人机的方式 不断去寻解 这个其实目前在国外已经开始 都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已经在做 那我们在想 无人机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各位可以看 美国的UPS 现在目前拿到全世界第一张的 无人机机队的公司 所谓无人机队的公司 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传统你今天要组成一个航空公司 叫星宇这样子 它要通过程程的审核 你要去买飞机 然后你要请拍了 然后去训练这件事情 UPS拿到这些东西是第一个 它没有限制它的机队大小 机队大小可以无限 第二个 它可以在夜间飞行 第三个 它可以在人群上空飞行 然后进行相关的包裹 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的部分 非常有趣 看到这个地方 然后无人机就跑出来 就直接买照 很酷 它们当然做血腥的运动 这是一个有趣的议题 可以再看就是 那无人机还做什么 无人机我认为 无人机在军事上面的应用 这件事情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都知道 中共把它淘汰的这些战斗机的部分 全部改装成无人机 所以它有一个无人机中队的部分 未来打仗的时候 第一波打出来的一定是 无人机中队先出来 跟我们的这个正式的飞行员先对抗 这对抗完之后 它可能把一些精英先戒灭掉之后 他们再派它是有人机的这个战斗飞行员过来 所以其实很重要这个是美国也正式的把无人机 纳到他们现在目前在军事管理 不管是陆军 不管是海军 这个都是变成是标配 所以他们海军就从他们的巡航舰上面起飞 然后去巡视它的一个受到情况 这是Air Force 这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叫AMF 他们跟物军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它就有一个小型的无人机 搭配它的航线的一个设定 所以它能够去把你现在目前需要侦察的环境 及时的去做拍摄 那拍摄回来之后 马上能够进行所谓的3D的重建 你可以知道说 它目前这些地方 哪一些它的配置是哪里 人员是所在哪里 哪一些地方是它目前的一些设备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它的防火炮的一些配置的位置 透过这样的方式 它就可以决定它的进攻计划是怎么样 所以这些东西虽然是一个实验型的东西 可是接下来美国的陆军开始就会标配这件事情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 这是未来的部分的话 你不用派侦察兵 你只要派污温区就知道去做区域侦察 这个事情马上就可以了 污温机下有的是 比如说它声音还蛮大声的 对 这种是小型的 小型的就很小声 很小声 那他们美国的军方 其实目前还有一个东西 他们是一个类似于像 一只 一只蜻蜓的部分 一只蜻蜓非常小 那个东西 他们之前已经交了1000台 加点1500台 那个东西就是飞出去 就出去之后 然后就会根据你的区域的部分 就马上去 那声音很小 声音很小 对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无人机商业化的部分 其实声音的部分是有机会慢慢的去做一些改变 对 这个大家可以再 有空的话 你可以去用Air Force 在这个YouTube上面再去看一下 OK 那其实我们在无人机的推动部分 其实我们也开始在把协助台湾交通部这边进行无人机相关的推动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处理 就是说我们办了一个公民考虑馆去把台湾交通相关单位对于无人机的这件事情去做一些了解 包括桥梁巡检 边坡巡检 还有交通管理 物流配送 还有气象相关的一些观测的部分 还有海事调查 还有飞机的检测 跑道巡检 还有无人机 还有时空拍摄的部分 这地方大概全部都有 所以我们后来找出两个亮点 这两个亮点是什么 一个是桥梁 一个是物流 一个是桥梁 一个是物流 那这个我们为什么选桥梁 因为台湾有2300多座以上的桥梁 现在目前都是用人工巡检 所以每年其实交通部其实编了非常多钱才进行这个桥梁巡检 可是桥梁巡检也知道 我用能力用这些巡检测的部分 其实还是有它的一些实角存在 所以巡检是选择 钢筋烈化 有一些裂缝 还有一些裸露的部分 这些东西 白刮等等 这是桥梁上面要去巡检的事情 那我们有没有机会 用物流去取代人力 然后用AI影像的部分 加快整个桥梁的巡检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跟交通部在讲 就是说我们办了这样一个竞赛 怎么利用物流去做整个桥梁巡检的部分 那我们选择大兴五岭桥 它是一个粮室桥 这个粮室桥的部分下面有很多凹槽 这无人机进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 各位可以看 总共这个竞赛 第一个它没有钱 第二个是竞赛的部分有可能 无人机会损失 可是还是很多团队会进来 为什么 因为它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场域训练的部分 所以各位看 因为桥梁检测会撞到桥墩 所以它会把无人机做一些包勃 把它包装起来 另外一个是它的夜讲的部分 也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个保护 那另外的话 其实因为它要探测进去 你会发现 它有些团队 它就在这个无人机上面 加了很多GoPro 然后用不同角度去拍摄整个 那个桥墩上面的一个所有内容的部分 那另外来讲 它有些东西它会加那个探照灯 因为那个桥下的光线不足的部分 那无人机在做桥梁检测的时候 各位可以发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些无人机其实真正在桥梁下面飞的时候 其实不是那么好飞 那其实刚好我们上礼拜刚办完这个比赛 其实在上上礼拜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不但问彭博士 到底这两天天气怎么样 所以彭博士也不断帮我们更新 那我们也烧了非常多的乌龟 我是听团队讲说烧乌龟是可以祈求 那个天气变好 我们上礼拜天气还不错 可是桥下的风非常大 所以各位可以看 福安基到底在我们桥下飞的时候 受到风力的情况 你会看它的稳定性 其实会造了很大的偏差 然后你会看这一个 这一台其实它上面装了一个5G的手机 它用5G的手机的部分 直接把它现在目前群里的东西把它放进来 那你会怕它光飞上去的时候 风这么大 其实光无人机会放来放去 这件事情就会是一个桥减上面很大的一个困难 可是飞照的时候 我们当我们当场有派摄影师在拍 摄影师跟拍的飞机是一台叫大江的飞机 中国大户大江 大江一点都不受影响 飞机大还是小的 就是就是它其实 做的比较好 它做的比较好 它的飞控真的做的比较好 所以它对于这种抗风性的部分 第一个它真的非常的稳定 就定在那边动都不动 所以这个其实在无人机的竞争来讲 是一个非常 我们还有蛮多的地方可以去突破的 那另外一个事情 我们做了东港到小琉球的部分 那我们跟中华邮政合作 然后从东港的地方 然后飞无人机飞到小琉球的邮局这边来 然后中间要配送5公里的邮包 所以无人机要跨海飞 飞了将近所谓的13公里左右 那一般来讲 你如果坐船来讲的话 船大概30分钟一班 那开过去大概30几分钟 无人机飞过去大概10几分钟就到了 那非常有趣 我们其实这个给大家看 无人机的团队的部分 我们认为就是第一个应该非常有把握 因为它飞的都已经飞了很多 所以它从小琉球起飞 飞过来之后 那飞到我们的 飞到我们距离我们的岸边 平台5公里的时候讯号不见了 飞到海里面去了 所以你就看团队在那边找不到讯号之后 接下来就租船 出海去打捞 好 那这个是第二家 第二家也蛮有趣的 第二家它就是5公斤游包 它有顺利的从我们从东港这边飞到小琉球 这个是小琉球的降落画面 当天的风力大概三级左右 所以它降落在我们的把布上吗 我们有一个把布 它看无人机降落的地方跟把布 大概距离大概多远 其实它降下来 其实大概离把布还有一小段距离 那我们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 那我没有发现那影片 在无人机后来从小琉球飞到东港来的时候 其实飞到我们上空其实都很顺利 可是飞到上空的时候其实切手动模式切不回来 切不回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无人机一直往屏东的市区里面冲的时候 他们就很担心 就赶快把无人机再掉头回来 往海边的方向让它坠海 然后再去捞 所以无人机在这个飞控掌控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那这一台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它 它其实在整个飞航的部分 其实还是蛮顺利的 所以它有正常的飞上去跟飞下来 它载重是10公斤 载重10公斤 那我们也请它帮我们 载了一个邮包的部分上去 载了一个明晶片上去 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无人机其实第一个 它启动的时候飞上去的过程里面 它时间要一段时间 所以它上面有装载 我们要给对方的明晶片 它一到上空之后 到达一定高度之后 它就开始就往前直接飞行 这是人为在超过还是它自己 软 飞上去的时候是用手动操控 可是开始飞过去的时候 这件事情全部都是自动飞行 所以接下来它就自动飞行飞过去了 其实你从手机看的时候 感觉它闻那个罗欣扬没有在转 其实这个只是那个 以下的感觉而已 因为它转得很快 那这个可以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这个是它从小流球把它飞过来 然后降落在我们东港的时候 小流球当地他们也写了一个明信员回来给我们 这两位是运员手的组长 我们来 我们来 进去 一 这一家是我们唯一两个都有飞回来的部分 其他部分的话都遭受一些困难 那还有一家蛮有趣的 这一家也是直升机的部分 可以看它其实就是直升机飞回来 那其实这一东西全部都是自动化飞行 从那边上来然后到最后下来的部分 那这一个载重他们 把从小楼球载了 小楼球最有名的麻花卷回来 所以各位可以看 其实无人机要能够做到物有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要有一段的 不断的训练 那不过其实经过这次比赛 其实很多单位都对我们来讲 这样的比赛他们觉得非常乐意 后续持续来参加 那交通部现在目前也请中澳邮政评估 把这条航线变成是一个固定航线 申请为固定航线 让这些场域 让这些文件业者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像这一台它现在就是下降的时候 全部都是自动下降 它设定那个把固自动下降 各位可以听到现在目前的风声非常的大 这些无人机比较下雨的时候可以听到吗 目前它有一定的防水能力 可是如果下太大的话 就会影响到几千五分 我们一般现在非无人机 那这个需要征兆吗 这个也需要征兆 这个算是25公斤几以下的 那25公斤几以上的话 它需要再考另外一个征兆 非常有趣 各位如果你有亲自到达现场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非常感动 而且这些都是一些台湾的新创的公司 或是台湾的一些有名的公司 那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投入 跟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准备 你会发现其实真的非常大人觉得非常钦佩 这个是唯一有顺利的上法库的部分 他再回来就是这一包 就是这一包麻花卷的部分 我想其实今天大概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在交通的部分 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不管是自驾车 那无人机的部分 这些都是属于新的议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想象的 就是说怎么用资料来去让这些交通资料 能够做一些创新治理的部分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我想其实很重要的是告诉大家 其实很重要的是 第一个各位你要去勇于想象 勇于创新 因为其实你的未来的世界 需要你现在有一些创新的想法 果断去改变 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目前在你既有的这些科技上面 你也不用担心说我现在目前出来 是不是只能够做有关于大气相关的部分 我只是做一个气象波抱怨 还是什么样的部分 其实很重要的是 你会发现像彭博是这样子 对不对 虽然是大气系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目前跨越做了很多事情 那像我自己本身是森林系 现在目前跨越做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都保持一颗 不断去吸收薪资的部分 那我们会常常跟国外做接触 你就会发现 其实国外很多跨越的这些人才的部分 他们很多的想法都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我想今天透过这样的分析 你跟大家 让大家了解 有关于在交通的部分 其实不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所谓的交通管理这件事情 未来希望有一些创新的想法 有创新的改变 大概以上是我简单的分享 谢谢 好 谢谢 喝口水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那个 老师或同学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同学 因为我们会把这个影片放在我们的群书里面 好 对 好 严老师来 中大有一个王胜祥 他说他会来看影片 好好好 谢谢 好 老师 OK 好 谢谢你 做了这么完整的一个说明跟报导 最后针对最后那个无人机 我倒是想说因为会不会是一个机器本身 就是轨机本身的那个 他现在看起来稳定度已经够 那重量不太够 所以你看那个风大的时候受影响蛮厉害的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可能改善 OK 老师我大概这样讲 就是说非控这件事情需要数据不断的去做修正 不断去做修正 那同时间我大概也跟老师分享 其实我们那一天在小琉球的时候感觉风很大 那我们一样用大疆的那个无人机的部分去做跟拍 去做跟拍我们那个大型的部分 那当然是大型的部分 你的抗风力的部分就需要有更好的这个基础 这是第一个 可是你会发现大疆的部分根本不受风力的影响 在六级风以下 他其实都飞得非常稳 为什么 因为早期我们在讲说大疆的东西 他不断的把所有人的飞行的数据传回到他的server 那传回到他的server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他目前位置的所在的风力跟他的部分 他的飞控的部分 他的balance到底做的怎么样 所以他用这些大数据的不断去学习去做说 他能够去优化他现在目前的整个飞控的逻辑 跟他的控制螺旋桨的部分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厂商为什么现在做不到 是因为收集不到这么多的数据 那收集不到这么多 其实如果我今天真的把那个场域 那让这些厂商来训练 我认为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他也可以稳稳的就飞过去 因为他已经适应那个区域的所有的风向 跟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可是台湾因为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开始有一个无人机的管制条例 那这些管制条例的时候 其实就会变成限制了这一些部分 他不能到处飞 可是我们又没有一个场域 让这些的人可以随便飞 因为其实你根据民航法的 这个无人机管理专章的部分的话 他无人机这么重的无人机要飞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申请民航局的同意 第二个你的无人机的改机的部分 要民航局他审核通过 光是这个流程就搞了非常久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跟交通部 跟民航局在沟通 我有没有一个实际的场域 一个沙核场域 让这些无人机的部分 他只要有这个申请通过之后 在这边你要什么随便飞都没有问题 然后你就不断的透过这些累积 可以收集数据 然后达到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认为是说 我们现在缺乏就是那些数据 然后有这些数据之后 他们不断的能够去修正 你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那天那个比赛的时候 那些数据是你们提光 还是自己想办法 这个是无人机业者自己想办法 我们在比赛的前一个月 我们就把场地开放出来 无人机业者 他在这个一个月之内 他可以随时去飞 随时去飞 然后随时去收集数据 所以这件事情来讲 在练习的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台 已经有很多台掉下去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后来没有飞成功的 有很多的业者 其实也很不服气 不是不服气 其实不甘心 不甘心的部分是说 因为第一个 他在之前飞都很顺利 所以他在实际飞的那一天 他是特别加重 加重台飞 可是他在最后面的部分 在距离5公里的时候 他掉下去的时候 他看到的姿态是 感觉是有一个撞击 然后整个机头是往上 然后再整个掉下来 那这个看到的情况 就一种有可能的情况 是撞到一个外力 比如说一只大鸟飞过去 撞到他 然后让他失控 然后就整个这垂直掉下来 看到数据是这样 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事情来讲 其实我们就开始 在想象的是说 无人机掉下来之后 第一个 他会不见 他会沉到海里面去 对不对 所以未来这无人机 你如果要跨海飞 你就要能够掉下来 就浮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说到邮政理邮报 我们要设计一个防水邮报 内建GPS 对 所以他如果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 他会自动把警报 告诉渔船说我在这里 然后我们开个渔船 去把它捞回来 捞一个邮报多少钱 这样送给渔船 这个可能是未来 还是另外一种新的服务模式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未来可以想象的一些事情 对 对 的确没错 你说从东港到小琉球 事实上那边没有什么棉塘基因比较少吗 那空域应该比较开放一点 所以如果开放那个场域当成一个长期的训练 或许是一个好的开端 对 这个我们跟老师报告一下 其实我们刚刚影片没看到 其实我们在桥梁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的那个 我们在桃园的时候 你就发现很多阿帕器在那边飞来飞去 因为我们桥梁是低嘛 所以没有影响 那可是我在东港的时候 我们到达下午的时候 你就发现军方的阿帕器也在那边飞来飞去 我认为应该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共军老台 所以飞机除了有上去之外 航线的那个外围的那个外海 还是会有这个直升机在那边飞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的空域里面 400英尺以下跟600英尺以上的部分 未来这个空域需要一个管理系统 来管理这件事情 告诉他说这些目前来讲 无人机会飞回来 那你过去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一点 或是你即将飞过去 无人机现在目前在一起飞 所以这件事情来讲 我们叫做UTN 就是无人机的管理平台这件事情 未来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考量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另外一个 那个桥梁检测 那个的确是相当高的难度 是 就你的观点 有没有什么可能 我不晓得 可能也是技术上的一个议题 我跟老师大概也分享一下 桥梁检测为什么它难度很高的部分 第一个桥梁在这个桥梁因为设备 所以它没有GPS 所以它没有GPS 所以无人机在外面有GPS定位 它可以知道它的位置 可是一到桥下就没有GPS 所以没有GPS它做什么 它用所谓的视觉定位 就是无人机的那个K码去定 那个四个桥 就是视觉定位的方式来做 另外一种方式是 我们也在思考 未来整个桥检的部分 在整个桥梁下面 要布设一些所谓的发爆器 就是你的位置发爆器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跟台大的 这个电机器吴瑞北老师在讲 就是说你会发现 其实无人机 为什么可以做室内的展演 就是有一些无人机在室内做表演 它怎么做 就在整个室内会在四个角落 去做所谓的这个 我们叫做所谓的这个 雷达坡的这个发射 所以告诉无人机 你跟现在目前不同的角落坡的 相对位置 那精准程度可以控制到 5公分到10公分之内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桥梁未来有配备 这件事情的时候 无人机在里面是可以实行 所谓的自动化飞行部分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 其实跟交部在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的桥梁 现在是能力在做 然后它到底有没有巡检 这件事情是一个问题 第二件事情来讲 我未来能不能把桥梁 巡检数位转型 数位转型怎么让这些 能力巡检公司 结合这些无人机的团队 那让整个桥梁变成数位 它的整个这个 life circle变成数位化 所以飞完之后 其实这些所谓的桥 这个无人机公司 马上把它变成是一个3D的部分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这样3D的部分 去看说 在哪里有什么裂缝 哪里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也实际在那个桥检的时候 其实我们做了一个事情 第一个 我们拿工种局的桥检报告 拿回来看 说当初用人工巡检的时候 这个桥蹲到来多少个问题 OK 我们实际派无人机去飞 然后用专业人员 就运营所有专业的这些桥检人员的部分 实际去看 总共发现十几个缺失 可是当初桥检报告只有三个缺失 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无人机确实能够发现 人为上面缺失了很多的一些细节的污温 对 那这件事情我们有赖于 未来能够把这件事情 能够做得更好的时候 能够数位化 那你刚才讲 就是说无人机要做改装 第一个无人机要做防护 第一个事情 就是桥跟桥的中间 其实有个支撑垫 那个支撑垫大概只有30到40公分 而且其实没有什么灯光 所以就有一个团队很特别 他就飞到支撑垫的时候 打灯进去 他有个探照灯打灯进去 就把它拍出来 然后进了做后面的AI影像分析 所以一个桥检的部分 你看包括原有的桥检公司 包括无人机公司 未来有所谓的这个AI的团队 加上未来的整个桥检的 这个桥梁的管理系统的团队 加起来之后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检的部分 所以我们是希望 像未来在2025年 交通部能够让所有的全国 所有的桥梁 全部都采用无人机的自动化巡检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政府不用出额外的钱 他用既有的经费 就可以cover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事情 这件事情如果全面数位化之后 东南亚有非常多的桥检 全世界有非常多桥检 都需要这些事情 我们就有机会把这样东西 组成一个国家队能够输出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想法 对 另外你说那个桥梁检测的时候 你带的仪器是怎么样的仪器 有没有特别设计 还是有没有什么标准的一个监测仪器 去做检测 还是你只有用热感应拍摄而已 还是有其他的 OK 我们那一天去拍的时候 我们纯粹用照片 也没有用热感应的方式拍 因为桥梁来讲 基本上没有太多热感应的一些情况 对 那如果像我们拍那一天 去拍那个 拍那个 那个太阳能板的部分 我们就用Sermal camera的方式去拍 那就是我们那一台camera 是同时有一般的camera 加上热感应的部分 两个同时会拍回来 那拍回来之后 我们回来去做后面的分析的部分 就非常漂亮 另外你那个在谈 交通管制 就是那个耗制灯的管制 对 你用的最主要database是怎么样 因为像早期 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那他们早期就已经有类似 那个交通耗制的控管 他就是每个路口都会有 地面上都有蛮显摄 所以他们经过一段时间 大概就晓得 哪个段什么时候的流量是怎么样 自动会有那个时间 对 没有错 你们的做法是用什么样的 当然你刚开始谈说你有好多种 好多种数据可以进来 当然这个是那个还更进步一点 是 不晓得你们到底是用哪些 把组合起来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database 没有错 这我也跟老师做一些分享 其实在做所谓的 我们现在目前的外面的这个交通耗制的控制 都是走tod tod就是timing plan的这个control 那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台北市来讲 我可能一个路口的部分 我设成10个时段 那早上的6点到8点是一个时段 8点到10点是一个时段 类似这样的 那不同的时段 它有一套它的这个plan的逻辑 红绿灯的秒叉针是固定的 那这个固定的它怎么来 它是利用这些人为调查 就是路口在那边数红绿灯 数车流的部分 然后告诉你说 哪一个时间点的部分的话 它目前车流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都用非常传统用人力的方式 现在目前已经用CCTV的方式去做 那做完之后这件事情 其实你设了之后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算你这边没车 它还是需要等那么长的红绿灯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叫tod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开始做的事情是 我们在四个路口 附设所谓的雷达 用雷达为什么不用CCTV 是雷达好处是雷达不受 那个白天晚上的干扰 那雷达也不受 那个阴天或下雨天的干扰 所以基本上雷达比较不会有车壁 那用雷达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数出来说 这个方向目前过来车流 大车起台小车起台摩托车起台 这件事情就可以 然后左转了起台右转了起台 然后执行的起台 这件事情我们都会算出来 我们利用这些数据 搜集完之后去建构model 然后去算出这个路口 现在目前 哪一个方向的这个车流是比较多 然后我们进行所谓的疏散 这件事情 这是针对单一路口 可是如果今天要做整个全区的部分的话 我就必须要考虑到 每一个路口之间的同步性 我车流这边放过去 它那边也要能够顺畅过去 所以我的这个每一个路口同步性 就要能够去架构起来 所以这里面就变成是说 我的整个协同的这个区域的控制 这件事情又变成是另外一个一个角度的思考 所以现阶段的部分现在用的是 侦测器的部分去收集资料 然后再去做云端的大脑运算 然后每五分钟我们会下到控制器 告诉他你现在红绿带秒差要跟着改变 对所以每五分钟我们就更新一次 那这样子来讲 我就会缩短这个地方单位的这个旅行时间的部分 能够在尖峰时间能够缩短百分之十 所以你现在这个做法还是有real time real time 这个这个印算量应该也不小吧 就看那个区域多广 对没有错没有错 所以像内湖内湖现在提领大道的部分 那几条路都是我们在控 那像台中的部分台中的话 几个大亚交流道 大亚交流道中青蓝屯的部分 也都是我们在控 那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台中的部分 我们上次去问他们局长 我说那看起来他们那个地方 不晓得运作情况怎么样 他跟我讲说如果把他关掉之后 那个当地的交警就会跳起来 为什么因为交警 以前时间到了就是比如说下午三点 就要去维持交通了 现在不用等到最后尖峰的时候 比如说五点半的时候 他们才出勤就好 对他们对于他们区域的人力 调出场影响非常大 对那目前交警也不控 都是他们的用我们逻辑 实际在控就可以了 对 OK那你针对这个控管的 已经做多久那个时间 台中大概做了四年 三年三年 那台北大概做第二年 现在目前做第二年的维运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这个就我们在谈AI的角度来看 这个database还是不太够 对还是不太够没有错 对可是基本上来讲就是说 我们发现就是说交通流量这件事情 其实不断的动态在改变 那我们其实发现现在目前还是最大的瓶颈 并不在于说我们到底控的好不好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是overflow的话 就是那个车流已经暴增的时候 那基本上再怎么控都没有办法 你就是疏散 那我们会发现疏散最大的问题是在高速公路 刚才你看影片的时候那车流是要上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回堵下来的时候车子上不去 我后面就排队排越长 可是现阶段的部分高速公路跟所谓的这个 市区道路部分两边不沟通 两边不沟通 高速公路会认为我高速公路也是很塞 所以我要保持我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 要达到50公里以上 这个是高速公路 所以你下面塞不干我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有趣的词 那市政府其实也会有一些对应的部分 就是如果早上的时候高速公路很塞的时候 那我下面不一定会放 我就当你高速公路塞得很远 对 那我放高速公路会跳脚 所以其实我认为 台湾很有趣的是说 一个小小的地方又分高速公路管辖 假要分次序 那两边没有沟通的时候 你就会有时候大家会互相钳制 那如果两边能够互相沟通 大家找出一个平衡的策略的时候 那这件事情才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协同的作业 这蛮有趣的 我刚刚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有这么 如果多年的数据以后 你可以从时间的角度看 有没有什么季节的变化 还是有没有 当然除了那个上下班时 但是一定是瓶颈 对 那其他的时段有没有什么不同的那个演变 因为你database如果够大的话 那因为你要去建构一个好的model出来 变成一个practical可用的那个模式的话 这块管转发是很好 我刚刚只是在想的就是从database的想法 对 不过老师你一讲这件事情倒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们有观察到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我们的模型里面 我们会分所谓的尖离崩 那我们也会分寒暑假 寒暑假的车流不一样 那另外一种我们去年没有考虑到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内科还有一个就是 所谓的放假前一天的这个模型 就是像连续假日前一天的部分 那个模型又不一样 那其实去年我们发现一个最大的一个情况是 去年COVID-19的时候车流暴增 因为没有人敢搭大众运输 所以所有人都开车出来骑摩托车出来 所以那时候内部的交通是整个全部都塞住 所以在去年我们从三四月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再怎么控 那个绩效都会都没很好 因为车流是真的是暴增出来 对那直到我们开始慢慢到六月的时候 你会发现开始又慢慢趋于平衡的部分 对所以其实老师你讲这个事情确实没有错 就是说他可以用历史数据去训练模型 这模型确实是有用没有问题 可是有一些就是像COVID-19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我们也观察到这些数据的一些变化 相当有趣谢谢你 请问一下就是你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就是有那种自驾车那影像辨识的部分 对不对就是可以让自驾车去看到说前面有没有一些障碍物 就是相同的技术能不能应用在比如说像轨道运输 就是之前不是泰鲁革号有发生一个事故 就是有没有办法利用影像分析的方式去分析说 那个铁轨上面有没有一些东西卡在上面 然后就及时回传给列车驾驶 对OK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泰鲁革号之后 其实大家一直在检讨这件事情 那自驾车这件事情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Mobileye已经有这个solution 我们同时间也透过Intel跟Mobileye这边在做一些讨论 Mobileye讲说他们没有回到上面这个solution 这是第一个 可是同时间来讲的话 这件事情在日本的JR已经行之有年 已经行之有年 日本JR的部分就已经都有camera 然后即时在做 可是列车其实看到东西之后 这件事情其实到你最后要做反应的时候 那个时间非常的短 那个时间非常的短 那非常的短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要能够及时做这些回应 其实有一点慢 不过你做例行性的巡检 这件事情绝对是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事情来讲 其实我们在之前 我们去跟部长去中强光队在拜访的时候 其实我有在考虑另外一种solution 另外一种solution的部分是在轨道下面买sensor 那你知道就说 其实这个东西的sensor是放在什么 放在类似台积电这种晶圆场 晶圆场在做的时候 其实在机器运转的时候 它有固定的频率 那那个sensor就在侦测固定频率 那这固定频率的部分就是 它利用很大量的资料去学习一个AI 告诉你说什么东西的频率叫做所谓正常 什么叫做不正常 所以当你的频率有突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去找出它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你轨道如果埋sensor的时候 这个班次是自强号 这个班次是矩光号 这个班次是什么东西 它那个频率收集起来的时候 久而久之你就发现说 如果今天是轨道都正常的情况 这它理论上去 如果它有脱轨 有什么样情况的时候 它理论上会是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来讲 其实国外已经 他们在日本这样 他们也埋这样 其实高铁上面也全部都有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影像式东西 再加上其他的这些科技型的东西 我觉得是未来我们在看 让提升安全这件事情 是非常有帮助的地方 谢谢 好 那个经理和博士你们好 那感谢经理今天的这个演讲 那有非常多很 令人觉得 就是很有可能对于未来 会充满很多想法的点 那主要这边想问一个是 就是刚才我在前面有提到说 那个关于情报银行这件事情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情报银行跟 未来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 那可以有什么更具体一点的 就目前以目前来讲 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连结 这样子 OK 我大概这样讲 就是说情报银行其实有两块 因为第一个的部分 它是一个私人公司的营运平台 那私人公司的营运平台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来讲 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 怎么让资料活化 让资料商转 然后能够去产生资料的获利 然后进而能够有更多的分论 给我们的资料提供商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 这个资料银行里面 其实第一个很重要的宗旨 早期我们开始在去跟 每一个私人公司说 你把那个车队的资料给我们 我们要卖给国外 这件事情没有人要理我 没有人要理我们 所以我们知道说 国外针对这些资料有价值 希望我们去帮他做收集的时候 没有人要理我们 所以我去跟台湾大车队 去跟大都会去跟谁要 他们都不理我们 所以我们后来先找小咖的部分先要 要了之后 那国外的订单进来之后 他发现 这个事情真的能够卖钱 他就发现说 对我们来的很棒 我们就有第一个case时候 开始去主意的跟其他车队来去谈 其他车队发现 真的有机会能够分到钱的时候 他们就愿意来做 所以资料银行在看待这件事情 如果在商业化运转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所谓的 他是一个获利模式 他是一个business model 所以他必须要创造资料价值 然后大家才会愿意转运进来 不然的话 资料放在我家就好 为什么我拿去放在你家 这是资料银行 另外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资料的中介机构 资料中介机构这个事情 如果在政府单位来做的时候 他就要去做什么事情 他确保他公平性 确保他资料的不要被滥用 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说未来像我们看到 健保资料 像很多COVID-19的数据资料 或是医疗资料 等等这些东西 或是你银行的交易资料 等等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 未来会不会有一个中介的机构 放在中介第三者 那我今天有需要能够去做一些 新的服务的时候 我能够跟中介机构来谈合作 进而取得这些资料的授权 然后达成新的服务的部分 这个其实就是说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第三方的资料的一个被信任的中介机构 那这个其实我想 博士之前应该有提过 就是国外其实有一个比较新的名字叫MyData 你的个人的这些创造的这些个人资料 然后怎么去让别人来去应用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我那一天 其实我们透过那个工会的美合 我跟那个一个以色列公司 然后我们做线上的美合跟康扣 OK 我康扣完之后 我打开我的脸书 我脸书就跳出那一家以色列公司的广告 我说靠 这个脸书在偷听我的讲话 然后脸书在偷听 各位你如果去看 你用耐跟你同事 然后在那边聊天的时候 你隔不久 你跳回你的脸书的时候就会有 那个广告就会在你的上面 所以脸书自己承认 他在偷听大家的讲话 可是慢慢的这些拥有资料的 这些所谓的大型媒体的部分 他怎么做到耶稣 怎么做到管制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没有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 来做这件事情 如果在政府的端的部分 他是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来做 如果在民间公司端的部分 他就是一个资料交易平台 或是一个资料银行的形式的部分 那他的重点是 怎么让这些资料 能够创造出更有价值的部分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我们这边没有再多疑的问题了 好 所以你真的很厉害 从森林转到做交通 然后他创业 我们是好朋友 所以也给我们大戏系很多的鼓励 因为其实我们大戏系 反而蛮活泼的 这个地科的吉他的相对的就 比较辛苦 然后最近其实太空 太空 我这两天也跟老师分享 我这两天在读拜登的时候 拜登上礼拜地球日的时候 他请了很多领袖去 结果最重要是美国跟俄国 普丁要合作了 那普丁呢 普丁就一直在跟那个拜登在说 拜登说的啦 他跟普丁合作 普丁一直跟他讲 说要从太空中捕捉碳 就capture carbon dioxide from space 从太空里面捕捉这个碳 他说他还听不懂 那我最近在就在设取这个 原来太空真的可以补碳 真的吗 俄国的太空的计划来做这个东西 那我在想说 怎么这个 怎么讲这种东西啊 然后就还有原来我们的太空产业 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 但是那个是普丁随便讲 因为我有上去看 现在是可以用那个卫星资料 看那个排碳的量 及时的排碳量 目前已经那个NOAA 有几颗卫星是可以看的那个 看的那个排碳量是多少 其实是多少 但是要捕捉说真的还是 还是没办法啦 所以所以我们其实未来呢 有很多的这个 创新的这个机会在那边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目标 所以老师我们今天就谢谢这个 非常感谢 那我就代表学校送他一个感谢 谢谢你 谢谢同学谢谢 谢谢 中学报我跟Tim拍一下 好 我们一起合照 好 你手把我从里面拍 你就关掉吧 关掉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他不要拍过来 好 OK 韦晋你一起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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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谢谢 谢谢 我礼拜天 我先去做了个简报 我后来想想一想 我觉得那个太硬 昨天晚上又发行报纸去 礼拜天做是去演讲 没有没有就做这个简报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太硬了对 又把一些东西做比较稍 你光是拿那个无人机的那些 就会很有趣 无人机那个对那个新的意见 确实蛮有趣 对啊 所以我去 大疆不会就一直进来 还是他政府不到OK 还是可以用啊 对对对对 就是他现在是公部门 对对对对 公部门就不能用打架 OKOK 那可是师傅们的部分不限制 OK OK 对啊 但是没办法这样 你看美国要进打架 没办法 他全世界他听说他团队 一两千人不是吗 然后你看那个 他们他们做了 做了一个东西是那个什么 有一个团队 然后去标政府的案子 他政府跟他讲说 混用大家的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 法国的轮机的来 然后去交易拿到案子 叫你去查 法国那个飞机是 全部中国大陆生产 法国是贴牌 然后另外一家是美国的公司 也在美国公司 在美国制造 那是美国公司的那个团队 可是全部是中资 对对 大家也会找到出入了 对啊 这样 这个不错 这个蛮强的 所以你现在国外视讯都用这个 测试了好多 买卖的 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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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一颗多少钱 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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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 你还好啊 对啊 只是他没有做一个价值 让他可以升高那一颗 其实有一款逻辑的 但是那个 我看是 我们是比较的时候 他的价格比较好 比较好 就这个是比较好 因为他的镜头可以转来转去 那镜头可以左右转 这一颗也可以吧 这一颗应该是可以追踪的 对 对 对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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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